哇 哇 救命 救命 一連一到的海人公園哈羅惠又到了 好 我們一起去玩鬼屋了 你可以帶我去嗎 可以嗎 他說可以 我們走吧 今年哈羅惠有八間鬼屋 我們今天就率先試玩其中四間 數到最恐怖就是這間猛鬼經營的醫院 進去還要拿電筒 不僅是用來照明 更加是一部靈異探測器 我們這次有裝備 什麼人走出來 這一個電筒 這次如果照到某些機關的話 它就會著 全場大概有二十個機關 如果你還可以分神的話 大家可以嘗試努力找齊 喂 它響了 喂 它震了 為什麼 喂 它震了 噢 變了燈 喂 它變了紅色 喂 路在哪裡 噢 不是啊 這裡不是路 你可不可以先走 救命 喂 喂 鬼屋醫院的場景 就和過往差不多 反而是電筒發出的聲響和震動 令到別人疑神疑鬼更恐怖 我就給這裡的驚撻指數有四顆星了 去完這間醫院 毛病都變成有病 都是去看看馬戲團輕鬆一下 不過這裡的氣氛好像有點不太歡樂 這個馬戲團在日間是一個合家歡的嘉年華 還有魔術表演 但來到黃昏的五點三十分之後 馬上樂靈入侵 恐怖升級 快點 正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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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 這間鬼屋遇到的機關就比較少 和驚嚇就一般 來到海洋公園 當然要去看看海洋館 最近新開了一座深海實驗室 不過為何只有海草 都不見到海洋生物 我走過這一次都沒有 我會帶我 我走過這次也沒有 真的有多點熱水 鬼屋有多種視覺假象的設計 加上了好像海底般平靜 但是陰森的氣氛 總是會在不期然嚇你一驚 最後這間就是VR體驗 反而对比之前就有点无聊 只是感觉到不停被人了一脚 暂时所见 今年对比起去年恐惧斗失主题 惊吓程度的确略为顺势 不过交了互动和其他新尝试 都值得一赞 至于其他鬼屋 和想看一群Sanrio角色扮鬼扮马 就记得要留意我们下星期报导吧 我一号不动 我一号 这个还害怕 今年的Apple发布会 全靠你了 我会努力完成任务 将最新的iPhone带回来